阿智,弟子龟说 物虽小,物思藏,狗思藏,轻心伤 事虽小,物善为,狗善为,子道亏 物虽小,物思藏,狗思藏,轻心伤 纵然是小事,也不要任性,擅自做主 而不向父母禀告 如果任性而为,容易出错 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 因此让父母担心,是不孝的行为 公物虽小,也不可以私自收藏,占为己有 如果私藏,品德就有缺失 父母亲知道了,一定很伤心 哦,知道了 小林姐姐,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阿智,别紧张,别紧张 我带你去向美惠老师解释清楚 然后也可以向老师借录音带哦 真的吗 小林姐姐,谢谢你 别客气了,那我们走吧 嗯,好 哈哈哈哈 亲所号,立未聚 亲所物,仅未趣 身有伤,宜亲忧 得有伤,宜亲修 亲爱我 孝何难,亲曾我 孝方贤 父母亲所写好的东西,应该尽力去准备 父母所厌恶的事物,要小心谨慎地去除 包含自己的坏习惯 而且,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使身体轻易地受到伤害 让父母亲忧虑 曾子说,身体法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食也 所以呢,要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 不可以做出伤风败德的事 使父母亲蒙受耻辱 当父母亲喜爱我们的时候 孝顺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然而,当父母亲不喜欢我们,或者管教过于严厉的时候 我们一样要孝顺 而且,还能够自己反省减点 体会父母的心意 努力改过,并且做得更好 这种孝顺的行为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哦 老师,我还是不懂耶 嗯,安安啊 你们可以从听父母的话做起啊 然后养成定时定量,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再学习爱护自己的身体 比如,吃东西前,以及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 并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而说话要有礼貌、守规矩 不可以说一些粗俗、不雅的字眼 使父母亲蒙受羞辱 安安啊,这样子你明白了吗? 嗯,老师,现在我就懂了 谢谢老师 安安啊,如果还有不懂的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哦 嗯,没错 安安啊,阿达哥哥是村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所以你们可以向他学习哦 嗯,老师,不会的 亲友过 见史庚 宜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怨 六 亲友过 见史庚 宜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 豪气随 踏无怨 老师老师 虽然我也想做个又孝顺又乖的小孩 听父母的话 帮父母做家事 可是 有时候 父母亲也有不对的地方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嗯 阿达你问得很好哦 人非圣贤 就算是父母 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此时 为人子女的 应当小心劝导父母 改过向善 劝导时 态度要诚恳 声音必须柔和 并且和颜悦色 如果父母不听规劝 要耐心的等待 已有适当时机 譬如父母情绪好转 或者是高兴的时候 再继续劝导 如果父母仍然不接受 甚至生气 此时 我们虽难过的痛哭流涕 也要恳求父母改过 纵然遭遇到责打 也无怨无悔 或是来找老师们帮忙 千万不可以用 争执吵架的方式来处理哦 以免献父母于不义 使父母一错再错 筑成大错 这样不但父母亲伤心 而且自己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古人说的 百善孝为先 在所有的好事善事当中 孝顺可是排第一的哦 要知道 不孝的行为 可是非常不对的哦 哦 谢谢老师 我知道了 嗯 很好 嗯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小朋友 我们再念一遍 好 好 六 亲友过 见史更 遗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月不见 亲友吉 要先尝 昼夜室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悲夜 知处变 酒肉绝 桑敬礼 桑敬礼 既敬成 誓死者 如是生 七 亲友吉 要先尝 昼夜室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悲夜 知处变 酒肉绝 桑敬礼 桑敬礼 既敬成 自己的生活起居 必须调整改变 不能贪图享受 应该 借酒酒肉 办理父母亲的丧事 一定要 哀妻 合乎礼节 不可以草率 马虎 也不可以为了面子 铺张浪费 这才是 真孝顺 论语说 生 世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敬礼节